春节前夕,南投县政府陆续探访慰问 南投县委托安置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 还有游民以及儿少院民 县长林明珍17日前往普里镇 亲自探访财团法人天主教会台中教区 附设南投县私立复活企治中心 财团法人南投县私立炫宽爱新教养家园 以及南投县公社民营、怀恩养护、附建中心等 三家社会福利机构 当场致赠院民600元的慰问金以及礼盒等等 并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林县长一行人首先前往私立复活企治中心 以及炫宽爱新教养家园 院民已精心准备的舞蹈表演 欢迎林县长 院民们活力舞动身体 展现热情与朝气 林县长看到演出 肯定他们努力练习成果 随后林县长也前往怀恩养护福建中心关怀长者 长者们带来乐器表演 在老师的带动下 大家准其消极乐器 形成美妙乐身 大家占不绝口 林县长在此时 除了感谢社福机构 以及所有志工长期照顾院民 并表示农历年将到来 特别到县内社福机构关心院民 同时也提供食物几位问金 帮他们过年假菜 希望过个好年 智障的这些食人的这些机构 我们特别来给他们 委员做一些 这个卫助金来给他们帮帮忙 我们今天来保里 有这个富豪教养院 还有玄宽爱心教养院 还有一个个怀恩教养院 所以我们分别都 给他们赞助一些食品 还有一些礼金 来给这些比较智障的 这些学员 来给他们帮帮忙 让他们一等过年 给他们加菜金 让他们也同样 跟一般家庭 在围楼 都给他们加点菜 让他们各得一个快乐的新年 我也像这些 另外过年期间 县府班里登会 沙雕展 以及恐龙展 希望黎明珍邀请院民来参观 居时将免费招待他们 欣赏沙雕创作 以及恐龙 山手教养院 这些院长 如果在过年期间 也可以带小朋友 到我们南投寺 来观赏 沙雕文化园区 还有灯会 还有恐龙园区 如果这些小朋友 要来的话 我们都免费来招待他们 让他们也能够 过得一个快乐的新年 世老处表示 因为家庭经济结构变迁 县内裂款低收入户的 忽数递增 目前全县收容机构 继42家 继有1496位院民 包括老人 身心障碍者 如患长期慢性疾病 失能长期照顾者等等 政府委托社福机构 安置院民 判灾机构 能够受到完善的照顾 此次先慰问三家社福机构 其他39家将于近期慰问 让院民快度佳节 同时也感受到社会的温情 新年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